马来西亚8.2%的人口是非公民 他们没有上学的权利 自助非公民儿童上学 是一份开销 还是一个造福的机会 给非公民孩子们一个上学的机会 这份人道投资 将使我们获得共同的回报 让我们共存的社会更祥和 世界更和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